徐凤年去武当前以为排到第十一的天下十大高手,便是天底下杀人放火最厉害的识人,上山才知道真正的高手有些隐于山林,有些不屑上榜,有些深藏不露,所以徐骁说那个被听朝廷镇压的老魔头是一双手鼠的过来的高手,便知道这尊大妖一旦放出去亭外,就没人能挡得住他兴风作浪。 徐凤年掂量了一下,恐怕只有老黄和湖底带到老魁家在一起才行,可老黄死了,剑侠都在竖在五帝城头被人笑话,白发老魁走了,以他的脾气,哪里愿意给狮子殿下做马前卒,徐凤年一个人能有几斤几两去降妖伏魔。 班寿只算一算亲眼见识过手段的,武当长叫王重楼肯定算一个,剑侍王小平大半个,骑牛的能算半个。 王府内那批首格人大概只能算小半个了。 徐凤年望向听朝廷,猜测老妖物的身份来历,没有头绪,笑问道,王府上到底还有哪些宝贝,都别藏着掖着了,跟我透个底。 徐凤年喝了口滚烫黄酒,摸嘴道,差不多没了,都是我积攒半辈子的家底,还不够你折腾。 徐凤年黑黑笑道,就没啥传家宝。 徐凤年苦闷道,有道是有,可那等我死了才能送你,不到山穷水尽家徒四壁,哪能随便搬出来。 徐凤年轻声道,都快过年了,说点吉利话。 徐凤望向平静湖面,似乎觉得乏味,撒了一把耳料,引来一幅锦里翻滚的鲜艳画面,这才感慨道,身子骨不如从前了。 年轻的时候,三四斤牛肉就着酒下,肚毫无感觉,烤全羊能一次性解决半头,现在啃不动了,看见油腻就反胃。 徐凤年笑道,好人不长命或害一千年,你这种千夫所指的大恶人,就算没一千年,活个一百岁总没问题吧。 徐霄没有出生。 徐凤年坐直身体,抓了把耳料准备抛入湖中,湖心亭四周因为徐霄第一把早就聚集了几百尾油夜鲤,所以狮子殿下才有抬手动作,便有百来尾滩十几里跃出湖面。 以前徐凤年无聊,会捧着几大河耳料划船而行,那种铺天盖地巨士鲤鱼的风景,才最以你壮观。 昨天带着小姑娘便爽爽快快大玩了一次,她一半惧怕一半惊艳,表情十分生动有趣。 因此这些年北梁王库与世子殿下征花魁抢清官,板上钉钉地自取其辱,只不过他们假若有幸进入北梁王府,徐凤年最多是给他们一小盒鱼儿,他往往在一边看戏,并不奉陪。 年末,在九华山敲丸中,吃过不温不火的年夜饭,徐凤年来到芭蕉院,于又威坐在窗口逗弄五妹娘,这只白猫愈发肥胖了,雪球一般,煞是可爱。 徐凤年伸出袖东刀鞘,五妹娘便乖巧抱住。 徐凤年提了提,嘖嘖道,该有十斤重了,以后就叫五胖娘。 余又威抱过憨态可居的五妹娘,瞪了一眼不解风情的世子殿下。 徐凤年坐下后,拿了块桂花糕丢到空中,仰头,刚好掉入嘴中。 这糕点使余又威亲手调制龙征,别有风味,一出事便深受王府上下欢迎追捧。 王府有桂树百株,清秋时节,他便采摘了新鲜桂花,脚汁去扎几去苦水,用上好蜜糖浸泡,小心蜜蜂叫存起来。 等到至高时,再拿出来,桂花糕入口即化,细软滋润,吞咽酥滑。 这味道,徐凤年很喜欢,连带着看向余又威的眼神,都有点深意。 不再作难花葵,不再作难于玄机的他被看得紧张兮兮,抱紧了五妹娘,一不小心将风于胸脯给挤压得厉害了,大半个滚圆的弧度相当诱人。 徐凤年含糊问道,等不及了吧? 余又威挑了下眉头,只是发出一声软腻鼻音。 嗯。 徐凤年笑道,我就知道。 余又威给徐凤年的自说自话弄糊涂了,问道,知道什么? 徐凤年身体倾斜靠向他,笑咪咪道,天色不早了。 余又威没有做小女子,壮得面红耳赤,更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摸了摸五妹娘的脑袋,细声细气道,还没怎么的,整座梧桐院就瞧我不顺眼了。 你能吃到这桂花糕,可是我在桂花树下磨破了嘴皮才跟一个丫头央求来的,要是在这里过了夜,我跟五妹娘岂不是要去喝西北风了? 徐凤年笑道,那丫头是绿椅还是黄瓜?回头我说她去。 余又威笑了笑,笑里藏刀,却狠点到急止地没有去背后出刀。 徐凤年伸手点了点余又威额头,动作温柔,笑道,你跟那帮小丫头赌气作甚,这样不好,女人大气才能让人心动。 余又威愣了一下。 徐凤年起身伸了个懒腰,把剩下半盒井然静卧于锦绣石盒的糕点都塞进嘴里,耍着锈东刀远去。 去年老天爷格外吝啬,只是依稀下了两场小雪,很不尽兴。 所以将你所在的院子里只堆了一个历年来最小的雪人。 徐凤年进了冷清院子,贴了一眼小巧雪人,幸好头颅还在。 世子殿下看了会儿,自然也没能看出一朵花来,就转身离开。 年后到底带谁出去行走江湖? 徐凤年至今仍是吃不准,护卫护从肯定不缺,以他的身份带一百余铁骑出去没有太大问题。 徐潇自会安排得当,不留太大话饼。 加上徐潇安排几个王府眷养的得力英犬,明暗交叉起来,一般江湖人士想要刺杀无异于堂臂挡车。 但若只是如此,最是怕死并且吃过苦头后的徐凤年还是觉得不够,白狐尔脸。 他不一定肯走出厅朝廷,两人交情向来是无两桃换半斤礼,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忙。 徐凤年也想不出江湖上能有比武库更吸引白狐尔脸的武学秘籍。 难不成真要去找那厅朝廷下的半仙半魔? 徐凤年不知不觉走到了魁伟雄爵九龙点下,吓了一跳。 先皇御赐的这块牌匾字的意境倒不是霸气,可那四个字在徐凤年看来实在是,还是四个字,不堪入目。 没来由想起了远在千里外的二姐徐卫雄。 很多时候他比世子殿下更加雅字必报,却习惯在大事上通透无碍,小事上小肚鸡肠,像徐凤年本就该喊他一声二姐。 他却觉得刺耳,从小就非要徐凤年喊他姐,把二字去掉。 徐凤年也不知道二姐跟大姐徐之虎争这个有什么意思,早生晚生是天注定的事情吗? 徐凤年徐龙相兄弟关系融洽,徐之虎徐为熊姐妹关系却实在一般。 妹妹觉得姐姐作风放浪,是个花瓶,姐姐好歹是姐姐,度量大些,却也喜欢恶作剧当面称赞徐卫雄陈鱼落雁碧月修花倾国倾城,尤其是写得一首好字。 女人心思,比天道更深不可测,相信山上那个年轻师叔祖对此会十二分赞同。 徐凤年自嘲道,下了山,竟然有点想念那奇牛的了。 他自顾自哈哈笑道,前两天一口气让人送了一箱子宴情,星号星号星号,送上山,不知道奇牛的有没有被他二师兄吊起来抽打。 徐乞丐,你还是这般无聊。 白胡尔脸的清冷嗓音从阁楼内跳出。 徐凤年推门而入,看到白胡尔脸站在大厅白玉浮雕,敦煌飞天下。 徐凤年乐呵呵道,这称呼一年多没听见了。 世子殿下跨刀铃龙秀东,白胡尔脸腰悬朴捉春雷。 徐凤年眉羞眉骚自言自语道,原来我们也挺登对。 白胡尔脸缓缓转头,将视线从壁画转到徐凤年身上,杀鸡横生。 徐凤年无奈道,我是说秀东和春雷。 废话,白胡尔脸再美,世子殿下也不至于喜欢上一个爷们。 白胡尔脸重新望向那六十四位个个等人高度的敦煌飞天, 头戴五珠宝冠,或顶道冠,或树圆迹,秀骨倾向,眉目含笑。 他们上蹄裸露,尖踢彩带,手持迪霄卢笙琵琶,空喉种种乐器, 云气扶摇,飘飘欲仙。 好一幅天花乱坠满虚空的仙境。 世子殿下很小就知道骑在徐霄脖子上去触目飞天的裸露胸部, 这不是根骨,清奇,是什么,不是天赋异禀,是什么。 只不过长大以后,次数变少了, 毕竟徐之虎最喜欢挖着徐凤年一起睡, 等弟弟十二三岁都没放过, 徐凤年睡觉喜欢搂紧脖子抚摸耳垂的习气便是他给灌出来的。 白狐儿脸挪了几步,盯住了西北脚顶部一位飞天, 这一身天仙壁式宝串,手捧凤手空喉, 仔细打量,竟然只有一幕。 徐凤年没上心,只是心有余悸道, 徐霄说这厅朝廷底层镇压着一个老怪物, 白狐儿脸,你小心点。 白狐儿脸顿雾一般,春雷出鞘, 击中那身飞天的眼睛,春雷反弹归翘。 只见那一身飞天纹丝不动, 其余六十三身飞天却开始缓慢飘移起来。 一扇门出现在两人面前。 徐凤年看得目瞪口呆, 喃喃道,这是画龙点睛了。 白狐儿脸静止走入。 徐凤年想要拉却没有拉住, 犹豫了一下, 跟着走进漆黑昏暗中, 借着大厅月光, 可以看到是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 白狐儿脸抽出春雷, 以轻亮刀锋照应道路。 徐凤年跟着抽出绣东刀。 等徐凤年莫数到六十三, 楼梯逐渐光亮,清晰起来。 是一座四颗夜明珠镶嵌于四面墙壁的大厅。 坟墓一般。 灵位。 摆满了北梁镇王将校的灵位。 不下六百块。 大厅中央放了一块 以共跪地祭拜四方的茅草垫子。 垫子遮掩不住一个更大的阴阳于八镇。 徐凤年望着一块块牌位, 只有小数为他熟知, 都是北梁军的功勋武将, 死于那场席卷天下的春秋乱战中。 一江功成万枯骨。 这只是书生鱼。 在这里,此情此景, 才是真正的阴间。 白狐儿脸浑然不惧, 只是问道, 你想不想以秀东换春雷? 心之不妙的徐凤年摇头道, 不想。 显然恼火世子殿下不识相的白狐儿脸, 紧瞇起丹凤眸子, 死死盯着徐凤年, 就跟打量一个灵位相差无几。 白狐儿脸已经看出, 目前春雷比秀东更适合世子殿下的链刀。 徐凤年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不出意料的话, 地底下就折服着那个一压, 就镇压了二十年的爵士高手。 看白狐儿脸架势, 分明是被勾起了好奇, 以他的脾气, 时有星号星号, 是要去一探究竟。 徐凤年可不想洋入虎口, 他的第二次江湖逍遥游, 还没潜驴技穷到, 要铤而走险的地步。 白狐儿脸皱了皱眉头, 破天荒妥协道, 我要再下一层, 可这毕竟是你家, 所以你若答应我, 我除了与你换刀, 还额外答应你一个条件。 徐凤年毫不犹豫道, 好。 白狐儿脸更加干脆, 直接将春雷丢给徐凤年。 徐凤年接下春雷, 却没急着把秀东交换给白狐儿脸, 而是正色问道, 我现在就可以提条件。 白狐儿脸点点头。 徐凤年一本正经道, 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别下去, 你要反悔, 就先杀了我。 啊, 不对, 是打晕我。 手中无刀的白狐儿脸 瞪大那一对秋水眸子, 看着握紧双刀的柿子殿下。 突然, 白狐儿脸玩耳一笑。 那些敦煌飞天 若是比起此时的他, 便没了先佛气。 徐凤年看吃了, 却依然没敢掉以轻心。 第一次在他面前, 展颜欢笑的白狐儿脸 仿佛是称怒, 对, 女子作态地称怒, 缓缓道, 这次算你赢了, 徐无赖。 徐凤年终于松了口气, 鬼门关打转的滋味 真他娘难受。 白狐儿脸伸出手, 徐凤年满眼一问, 白狐儿脸怒道, 给我秀冬, 上楼去, 等你胆子长大些, 我们再下去。 徐凤年呆呆哦了一声, 把秀冬刀抛给白狐儿脸, 有点不舍, 在武当山上 就跟这位小娘子 相依为命了。 一同回到楼上, 白狐儿脸拿秀冬 在敲飞天眼珠, 壁画神奇恢复原样。 徐凤年得了便宜, 正准备溜走, 没想到白狐儿脸 并未生气, 只是轻声道, 陪我喝酒。 徐凤年跑去梧桐院, 拎了两壶好酒回来。 两人坐在听朝廷 雄伟台积边缘, 白狐儿脸盘膝而坐, 徐凤年双脚悬在台积 外边空中。 白狐儿脸灌了一口酒, 北梁王是我见过 最聚消雄气概的男子, 但我这一年来仍是不懂 即便徐霄推行法家和霸道, 怎就成了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臣, 刚才看到六百多块灵位, 似乎有些明白了。 有六百人死心塌地替你卖命, 你就试个草包, 也可以微服一周。 若这六百人都是英雄, 愿意为你干脑涂地, 那当如何? 是人皆知北梁王徐霄已六百萧綦起家, 如今剩下没几个了吧, 大概都在那里了。 徐凤年望向夜空, 白狐儿脸柔声道, 有这样一个爹, 是不是很累? 徐凤年摇了摇头, 白狐儿脸摇晃着酒壶, 嘲讽道, 你爹手段心机隐忍, 都是当事一流, 你却是个无赖。 徐凤年苦笑道, 就别挖苦我这个草包了, 不就用袖冬骗你春雷吗? 你要不甘心, 我们换回来就是。 白狐儿脸嘴角弧度迷人, 再狠狠惯了口酒, 喝酒都如此豪迈, 道, 说吧, 什么条件? 徐凤年轻声道, 不提了, 你要下去便下去, 到时候告知我一生便是, 我让徐霄多给你安排一些人手。 白狐儿脸狐一道, 你什么时候菩萨心肠了? 徐凤年自嘲道, 我的朋友本来就不多, 因为那一心要做板荡忠臣的灵州目, 去年又少了一个。 不管你怎么看我, 我都把你当朋友。 白狐儿脸面无表情, 只是仰头喝酒。 一壶很快就被他喝得低酒不剩。 他伸过手, 朝徐凤年要酒喝。 徐凤年晃了晃手中酒壶, 笑道, 我喝过了你还要? 脸色微醺的白狐儿脸 大声道, 拿来。 徐凤年递了过去。 一半惊喜, 一半懊恼。 惊喜的是, 白狐儿脸如此心高气傲的一个人, 都开始跟自己不拘小节了。 懊恼的是, 白狐儿脸看来千真万确, 不是个娘了了。 白狐儿脸说了句, 几乎让徐凤年吐血的话, 你要是女人就好, 我便娶了你。